提到台湾最厉害的资深主持人,很多人立刻就会想到沈春华,她在电视圈打滚了30年,还是中世连续22年的当家女主播,主持过儿童节目,意志节目,还有最受欢迎的谈话性节目,沈春华生活秀,她共拿下了13座电视金钟奖,然而就在事业鼎盛之时,却选择了放弃年薪800万元的工作,选择了退休。 这令人费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她的故事吧。 沈春华,出生于1960年2月13日,是台湾高雄市人,是台湾地区新闻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中天电视台晚间新闻的当家主播。 她的父亲沈丁旺是台南县夏营乡人,母亲沈张金豆是台南县麻豆镇人,两人结婚后生下了三女五男。 沈春华排行第八,因此她从小被称为沈八妹。 沈家原本住在台南县夏营乡,但在沈春华出生后,全家搬迁至高雄市前镇区爱群国小附近。 沈丁旺总认为妖女沈春华的出生给了她带来了福气,因此事业一帆风顺,成为了高雄的知名建筑商。 沈春华从小就受到父亲对她教育的重视,沈春华从爱群国小读到了诗甲国中,再到高雄女中,最后进入了辅人大学大众传播学系。 就读辅大期间,她陪一位学姐到光企社录影,帮助该名学姐代班主持节目,从此开始了她的事业生涯。 80年代,沈春华担任台式儿童电视节目《快乐小天使》的主持人,因此成为了当时台湾小朋友们口中的沈姐姐。 之后,她仍然在台式工作,主持了《我爱红娘》、《大家乐》、《强棒出击》等综艺节目或社交节目。 沈春华播报新闻的风格随和,深受许多民众的喜爱,经常有民众把钱托付给她,请她代为做善事,这展示了她的公信力。 1993年,沈春华与丈夫胡振康结婚,1994年和1998年,他们生下了义子一年。 1993年5月22日,休假的沈春华在中视新闻部主管的同意下出席了中视综艺节目。 小燕有约,与主持人张小燕畅谈了《准妈妈》的经历,这是她首次出席综艺节目。 沈春华是金钟奖新闻节目主持人奖项入围名单的常客,获奖颇丰。 2007年,她主持了中天综合台的《沈春华生活秀》。 此节目使她在2008年获得了第三座金钟奖,个人事业再次达到了高峰。 沈春华在主播全盛时期年薪高达800万元,然而在2012年1月20日最后一次担任中视新闻全球报道,主播后,正式告别了22年的主播生涯,开始了退休生活。 经过多年的娱乐圈摸牌滚打,沈春华也积累了不少财富。 据陈先生透露,高雄市古山区的美术馆特区是著名的豪宅聚集地,过去几年该区的房地产价格都大幅增长。 不少人在这期间购置房产后转手获利,其中就包括知名主播沈春华。 据《苹果日报》爆料,多年前沈春华已约总价3000万元,购得美术东二路上的一处名为太普风格的一楼店面, 然后以超过5100万元的价格出售,净赚增值价差2000万元。 陈先生还透露,他自己在美术馆特区刚划分完成时购入了一处房产。 当时看到沈春华所持有的店面成交价超过3000万元时觉得有些贵。 他提到沈春华当时是买下二手店面进行投资,月租约在5-6万元之间。 所以他在过去的十年里大概赚了约600万元的租金。 他的投资眼光非常不错。 查询店面登记发现,的确有一位姓省的业主于2009年11月12日完成购物登记, 然后在2019年转手。 而茶时的实价登记显示,2019年6月,位于美术东二路421-450号的一处店面,建筑零时三年,面积79。 27平方米,含有一个平面车位,以5160万元成交,与之前描述的泰普风格店面一致。 据了解,沈春华通过长期将店面出租给火锅店支付房贷,随着美术馆特区的发展逐年成熟,房价不断上涨。 最终将其出售,属于长期置产的经营模式。 至于沈春华转手后的店面,则被酒司投资公司购得。 公司负责人王百世也是知名文教集团百世教育科技和东芝素餐饮的代表人。 目前该店面有。 十面美东店经营,美术馆特区是高雄的指标性豪宅区。 2013年,京城建设以每平方米306万元的价格购入美术东二路上的美术公园首排地块,至今仍保持着全市最高地价的记录。 当地还有南台首座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汉斯,霍莱恩设计的高雄。 顶楼26层户以每平方米95万元的价格成交,购买者为台湾智慧尖端科技公司。 公司负责人为望春风出版社董事长陈秀丽,单价在9万元以上,再次刷新了高雄市的房价记录,显示该区段具有强大的吸金力。 美术馆特区不仅有高昂的地价和房价记录,同时也是名人的首选区域,最引人注目的是前领导人陈水扁。 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房市陷入低谷时,他购入了美术公园首排的人文首席景观房,当时的价格还只是每平方米2万元左右,而如今该建筑的成交单价已超过33万元,增值潜力巨大。 沈春华和其他名人一样,都展现了相当的投资眼光。 吸金能力强大的沈春华如今已经步入60多岁的晚年,他在工作,家庭以及与另一半相处的心态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职场上的沈春华敢冲、敢闯、敢做别人不想做的事情,他曾在受访中表示,人生就是实验场,勇于丢掉包袱,才会有新的收获。 年轻时,他去别人不想采访的场子,远赴美国采访共和党大会,却意外跑到大独家,他也曾经为了完成上头交代的任务,在菲律宾总统府外等了整整三天。 几年前,他却毅然决然离开熟悉的媒体圈,转战新媒体的挑战。 对此他也表示,自己下了很大的决心,沈春华说一般人都看见我成功,积极地一面。 坦白说,其实,我心里也有过很慌的时候。 他表示,自己如果不跟着变,心里是很容易不安的,因为不知道世界到底怎么了。 他转战做起直播节目主持人,还曾经因为访问数位政委唐凤,现场反应太激烈,一度比预定时间还延长了两个多小时。 对此他笑说,我觉得那个实时的反应和现场互动非常有趣。 沈春华在事业上勇敢踏出舒适圈,也不再以工作为优先。 其实有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孩子。 沈春华说我的人生当中,似乎没有太落实过做一个全职妈妈。 在他的印象中,因为播报晚间新闻,回到家时间都很晚,就是帮孩子牵牵联络簿,自己一直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孩子。 当他发现时,才了解到能一起相处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 之前因为女儿到国外流血,他终于能试着当个全职妈妈,每天帮女儿煮饭,等他下课回家。 那段时光让他很珍惜,也觉得很宝贵。 沈春华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开明的母亲,直到有一次,他和丈夫因教养问题发生争执。 丈夫对他说,他不是你,我也不希望他成为你。 这句话像一记当头棒喝,唤醒了他。 面对孩子,我们往往在无形中产生盲点,我们认为自己给予孩子最好的,但我们经常忽略,他们是独立的个体,而我们不经意地将自己的想法,观念强加给他们。 沈春华和他的丈夫胡正康结婚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两人的感情依然融洽,甜蜜如稀。 几年前,为了庆祝他们的迎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沈春华甚至重新穿上了美丽的婚纱,他们一起前往普及岛度过这个特殊的日子。 当时他感慨到,顶着三十度的高温,忍受相对匮乏的配套条件,在天涯海角,跋山涉水,就像婚姻一样,一步一脚印,一寸一光阴。 很难想象,暗自策划的迎婚旅拍针的实相。 沈春华在私下里努力成为一个浪漫的妻子和平凡的母亲,当被问及老夫老妻的生活,话题越来越少怎么办? 是,他表示自己和丈夫也在努力寻找生活中的新火花。 比如,他在做晚饭时会请丈夫先试吃,然后听他的评价,这样两人就有了共同的话题。 沈春华说,我觉得还是不要放弃对另一半的关系,否则他们会感到很孤单。 此外,沈春华的两个孩子目前都在美国读书,这让他和丈夫面临着小孩不在的空潮期。 沈春华说,所以我们之前去逛花市,有空也会逛街,重新相处,找到生活的新火花。 沈春华认为,对待另一半应该是让,而不是忍,让,是在自己有选择和能够掌控情况的前提下,给对方留出空间。 忍,则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不得不选择的结果。 让的心情是坦然的,而忍的心情是压抑的。 学会更多的让另一半,日子才会更加和顺。 毕竟,婚姻本就是互相的。 沈春华还透露,他和胡振康的缘分始于在美国的游学。 他说,我去美国读书也是受到他的鼓励,他本身也是博士。 后来为了克服远距离恋爱,我们决定一起共度一生。 算起来,我们的爱情长跑已经跑了六、七年。 他还表示,在他心中,我依然是一个单纯,天真的女人。 在家时,我宁愿做一个小女人,可以完全放下工作,在沙发上慵懒地躺着。 沈春华的婚姻经营之道非常值得借鉴,我们也祝愿他未来的婚姻幸福美满。 沈春华 沈春华